全台护理人员缺很大 现在传出北中南三地都有医院酝酿要减床计划 健保局接招搬出了20亿元的补贴方案 看起来像是帮护士加薪 但实际上统计全国138家医院之后 发现目前还有7000名护士的缺额 而减床的动作或许能够确保病患安全 不过这样的举动也可能影响更多患者 等不到病床 接床配药打针填资料 医院急诊室护理站或病床区护士忙进忙处 一刻不得闲 但状况一直来让护理人员吃不消 抗疫血汗医院负荷工作量太大 有医院试图寻找解套办法 医院协会指出包括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还有高雄医大医院以及长庚医院 都在酝酿减床计划 那这样的效应恐怕会蔓延全国 病床减少只是他的工作量少一点而已 可是患者还是很多 医院病人比较多的话 相对的他们的福利就比较 他们的权利就比较没办法去照顾到 病床减少的话 那可能人进来没有病床可以使用 减床效应如果蔓延开来 根据护士全联会统计全国138家医院 目前护士人力缺额至少7000人 全联会呼吁减床3000床 才能够确保病患的安全 健保局为此还提出20亿的补贴加薪方案 减床又加薪 护理人员听了却摇摇头 我觉得这不是解决之道 怎么说 我们是希望能力上可以博足 医院减床或许能够减缓护理人员工作量 不过减床不等于病患会减少 万一减床效应成为护理人员缺额的替代方法 病患和家属只能揣了一旦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